灌篮高手里有许多豪强球队 常年霸赠着全国大赛的前几名 可实际上剧情林有三只传统强队 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成绩达不到预期自然也合情合理 下面就跟着老毛一起来盘一盘 这三只披着强队外衣的伪强队 第一只长城高中 作为金刚线常年的霸主 全国八强常客 长城在第二轮就惨败给 首次获得种子资格的名棚工业 最终名次仅为32强 当然长城确实也有些倒霉 如果能分在上半区 大概率还是能拿个16强的名次 不过全国八强是绝技不可能的 即便把他分在锦上从未提及 号称最为神秘的博多半区 以长城剧情林的实力 也不足以和八强匹配 长城和湘北进行过三场训练赛 战绩是一胜一副一平 此时赤木和流川还没觉醒 鹰木和安息更是没有到场 湘北如果是这种配置 别说全国大赛了 连神奈川都出不了 而长城却能和这样的湘北打拼 期间甚至还输给过湘北一场 那他确实不配被称之为强队 玉子柴你输得一点都不冤 第二支 风雨高中 茂获里最纯粹的跑轰球队 线玉选赛场均能拿130.5分 几习的线玉得分前三的球员 同时也是全国八强的常客 这样的球队也是伪强队 别急且听老猫一条一条来分析 首先风雨上一年的八强 不过是蓝莉用手段从祥阳那里抢来的 尽管童真在备废之前 两队分差并不大 但显然祥阳已经起势 蓝莉明显压不住童真 而此时北野教练已经离队 金平在队里又没有话语权 走投无路的蓝莉只好用卑劣的手段 运生生夺走了本该属于襄阳的胜利 而风雨上一年的成绩实际应该是16强 其次是北野的跑轰大法 注定无法让风雨成为顶级球队 北野在日常训练中将球队安排成八成进攻 两成防守 这就导致风雨的防守是非常糟糕的 当然有人会说跑轰球队防守不重要 对于这点老猫不敢苟通 拿当年的太阳和后面的勇士举例 两支球队都以跑轰剑场 不同的是勇士的防守体系 相较于当年的太阳更加强悍 因此勇士才能够成功 能够建立王朝 防守才能赢得冠军 这句话直到今天的小球时代依然实用 我们回到漫画 风雨的防守可以说完全没有章法 拿板舱举例 攻城的特点是长大矮速度快 缺点是梅兰进攻方式单一 而对为了一阵场的板舱 却只知道一味的贴身防守 看看人家深队是怎么防的 重心放低 如果工程强行突进来 手举高垂直对抗就行了 像板舱这样站直了天那么紧 要么被突成塞子 要么只能犯规 其他人也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谁拿球 就一窝蜂冲过去赌 别人一晃就起跳 实在不行就犯规 这就是最初级的肉博士防守 遇到强队分分钟被打穿 而北夜当初这么训练的目的 也一早就告诉了南豪案本 他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喜爱篮球 赢球并不是最重要的 可惜南豪案本却将这种跑轰当成了信仰 这又是风玉的真实实力 一开场风玉就打了相北一个9比0 好像确实是知名副骑士的强队 可当安西换上安田 拖满比赛节奏 转为以赤墨为核心的阵地进攻 风玉一下就崩盘了 内心的弱点暴露无遗 而外线在节奏慢下来后 也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 再加上球队内部不合 教练无法更换战术 保回局势 要不是难列把刘春风弄下场 风玉上半场就得完蛋 也就是说 最前年风玉的真实实力 还记不上没有樱幕的湘北强 放全国也就16强到8强的水准 第三支 爱河学院 湘北在全国大赛中惨败给爱河 这让很多人觉得爱河很强 但实际上一个体能不足 加没有樱幕的湘北 面对任何强队都很难有胜算 从爱河跟名棚的比赛能看出 爱河几乎就是朱星大的一人球队 他不在时 球队一共只得了27分 两队最高分差将近30分 而朱星大重新上场后 10分钟左右 就帮爱河拿了40分 虽然这期间 森胖早就泛满离场 不过这依然说明了 爱之之心对球队的重要性 那朱星大的实力如何呢 观看相声大战时 爱河教练曾说 能打倒泽北的只有朱星 不过本人对此毫无信心 而后看到流川逆转颓势 朱星大难难自语道 他已跟泽北差不多同等了 搞不好泽北会被吃掉 联系前面可以看出 在他的认知里 觉醒流川的实力 肯定是强于自己的 由此推测朱星的实力 最多等同或六强于 觉醒前的流川 甚至可能还急不上仙道 后面输给海南 自然也是情力之中 而如果爱河之后 真的是四强 那运气最好的 并不是海南 而是爱河 海南打尽四强 至少迈过了赛回五号种子洛安 反观爱河 本该在与伤亡的会面中 提前落败 哪知送上门的 却是自损八百的湘北 而晋级四强的对手 估计是来自千叶的浦安商业 接合手轮对战结果 图安大概率和长城差不多水平 相较于爱河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爱河就这样 从本该是六强的名次 躺赢到了四强 你说他幸不幸运 以老默来看 爱河八强的实力还是有的 但前面至少还有 山王 湘北 海南 明鹏 博德等强队 四强绝对给高了 当然你要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那我无话可说 你认为爱河是周围强队吗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